大家好,我是Stan 可可下50的5050篇播放后 因为超大反转的不公正内容 不只是引起了整个韩网的共分 观众留言板被关爆 各大媒体都在报道负面新闻 就连KBS的现任制作人 前女爱豆也留言举接了可可下50 甚至也因为提起了与事件不相关的 旁贪BlaidpinkNuji's 更是引起了饭圈的争议 昨天在节目一开始 主持人表示 会很客观地解发5050事件的真相 然后先是接受了5050在美国BlaidpinkNuji的成果 以及成员们因为结算问题 公司不顾成员们健康 公司没有能力为理由 提出了合约纠纷的问题 这里为止是我们很清楚的内容 接着节目采访了成员们的家人 一位成员的家人表示 所属公司的老板是恐惧的对象 我们年幼的孩子们可能无法承受 另一位成员的家长则表示 清酸问题其实是次要的事情 孩子多次引起了恐慌障碍 有一次甚至还晕倒 用氧气呼吸器才被唤醒 甚至公司也用监控监视孩子们 因为不好好提供饮食 父母送来食物的话 代表就直接扔进客厅后 命令他们去捡起来扔进垃圾桶 也受到过侮辱性的话语 让人难以忍受 他们说 就算不做歌手也不想回去 5050成员们也表示 尽管持续受到恶意的谣言而痛哭 但为了报答应援我们的人 我们会坚持下去的 而被指控为幕后黑手的制作人Ansoni 突然表示牙齿痛要去牙科而拒绝了采访 看似是很公正的内容 却因为节目中播放了5050粉丝的采访 但是没有提到任何Ansoni的学历经历造假的内容 也没有提到家人们偷偷注册商标圈 以及其他很多有疑惑的内容 而收到了非常多网友们的指责 而除了路人之外 让饭权更傻眼的内容有 我听说在韩国恩恩恩非常有人气 但其实在英国几乎没有反应 可能韩国观众们会惊讶的 虽然恩恩恩消音了 但是看嘴型大家都知道是在说New Jeans 实在是搞不懂为什么要加入这一段 然后为了强调5050的成绩 介绍了QBIT在英国排行的最高成绩是5位 也附上了Black Pink的Shower Candy最高是17位 做了比较 网友们表示 韩国女团当中 首次进入英国排行前10位是很厉害的成绩 只提到这个就已经足够了 为什么故意拿Black Pink的成绩来一捧一惨 甚至5050的最高成绩不是5位而是8位 然后Black Pink以Ice Cream在美国Boot登上了13位 这是韩国女团在该榜单最高的记录 节目为了强调50的成果 所以故意拿了英国排行榜来做比较 然后更傻眼的是 主持人在结尾表示 BTS成为了代表韩流令人骄傲的存在 正因如此许多人都希望 5050也能变成跟BTS一样 但是BTS在成为世界顶级团体的过程中 说实话 没有人关心在他们背后默默消失的idol们 有才华的艺人能够选择可信赖的公司的权利 不一样也要被尊重吗 然后片尾出现成员们的手写信后 节目就结束了 在节目结束后 一位KPS的制作人发文 狩集了哥哥西 conhe이면 哥哥西刻的到底是想要说什么 为什么只是做了采访 并没有后续确认报导 这些问一下自家综艺制作人就能知道的事情啊 指责了很多在报导的内容中有错误的地方 截止到20号下午1点 要求废除可可喜尔古希普达的留言 已经超过了1000多条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就算不做歌手也不想回去的话 为什么要偷偷注册商标权 可可喜尔古希普达为什么没有采访这个部分呢 可可喜尔古希普达制作人里是不是有50的家人 真的太奇怪了 这真的是我知道的可可喜尔古希普达吗 旁谈是从更底层开始的 也没有说在美国轰了后出卖谁 最重要的是 不是只有歌曲轰 而是组合本身就是世界级 在说什么狗话 对于可可喜尔古希普达我不只是失望 甚至感到愤怒 为什么对于韩桑宇的学历造假争议 遗漏商标权争议 签名伪造 事先承诺的采访却因为要去牙科放鸽子部分的质疑 韩桑宇叔叔的举报内容 韩国演艺经济协会的声明 韩桑宇过去也有过类似争议的部分 都没有报道 也没有进一步确认 为什么在可可喜尔古希普达播放前 成员们突然发布声明的理由 低设公开的录音都没有被使用的理由 长期以来可可喜尔古希普达所累计的信任 在一夜之间被一个护航5050的内容给摧毁了 可可喜尔古希普达只做犯罪专题内容吧 其他领域干脆就不要做 对你们自己可能也更好 结果因为这个节目 不知道50事件的路人也知道了 舆论变得更不好了 把节目名换成不想被知道真相吧 但是也看到了这样的留言 其他事件都称赞可可喜尔古希普达 为什么只有50的不肯相信呢 没有想过会不会是有我们不知道的真相呢 总之对于可可喜尔古希普达 每集都会看得我来说 真的没看过负面反应这么严重的情况 所以对于可可喜尔古希普达 被质疑护航5050而在航网引起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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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